路上山 拔路名 拔路上街 古早名 岸平凤山 南北京 古早上哪 真有名 路竹区位于高雄市西北方 南陵岗山 北陵台南仁德及归人 地处南北交通要塞 清康熙年间属凤山县管辖 就名为半路竹街 位于神道旁的路竹天后宫 即坐落在半路竹街的旧址上 一直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香火鼎盛 路竹靠着多元的文化底蕴 也发展出丰富的观光资源 这里是全台唯一组次 明宁靖王的庙宇 华山殿 里头十颗笼柱雕工精细 各式建筑别具风味 哼着小调走在街道上 不难发觉路竹古今夹杂的氛围 拐个弯 你会不经意发现 老错建筑古意盎然 路竹早期是南台湾重要的农业乡镇 随着时代转变 许多传统产业逐渐转型 朝向生态观光农村发展 路竹有许多在地优良企业 不仅提供良善的就业环境 也投身工艺善举 回馈区里 并投资大高雄区的未来 路竹区公所与在地企业合作 将当地农产品加工 转化成具特色的美味食品 也让路竹制造的高品质食品 成为来台旅游的最佳伴手礼 路竹农特产十分丰富 以番茄 鸡蛋 花椰菜及施木鱼 并列为路竹四宝 尤其路竹番茄的种植面积 是迦南平原以南的重要产地 不仅产量第一 品质更是出众 富含多种矿物质及维生素的花椰菜 是路竹最大宗的农产品 种植面积亦是最广 产出的鸡蛋每一颗都光滑饱满 让路竹有鸡蛋王国的美名 临海的西滨海域 放眼尽是水产养殖余温 以施木鱼饲养为最大宗 你发现了吗 路竹越来越美 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拥有悠久的人文风情 多元的观光产业及舒适的生活环境 从早期的农村变身为工商业发达的宜居城市 在这里你会看见崭新的路竹 爱上路竹从此刻开始